各位好,我是永章 今天呢,我們要來看的是我們 屏東寺基督教醫院旁邊的一間別墅 那這間別墅它的優點就是 它的房子的周遭 就有我們的一個小綠地公園 所以它的生活的條件上 是還蠻不錯的 那我們就往這個方子的一個方向走囉 那我們現在就到 我們今天要看的這個房子這邊 就是我身後的 這間 那我們就進來看囉 現在呢,我們看到的就是這間房子的 整體的外觀 還有它的這個零路 因為這邊的房子它是只有方向的 所以它的車輛進出上呢 是很方便的 它並不會說像 一條馬路要跟對向的房子 共用 所以只有單向的這個房子 那用這一個路呢 的這個便利性就會方便許多 那一進來就是一個 玄關的一個格局規劃 這個房子它是有重新做拉皮的 那當初屋主它有設計很多 輕紙的一個空間的巧思在這個房子裡面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它 一樓客廳的採光面 它這邊有做一個小花台 會營造一點我們房子的這種綠翼的感覺 這個房子的地形呢它是正方形的 所以它的房子的優點就是面寬 然後格局的這個感覺 並沒有那種狹長形的方式帶給人的一種壓迫感 所以住起來會蠻舒服的 這個後面這個樓梯呢它是通往後面 二樓後面的這個博士 它是有做一個獨立的規劃 那這邊就是整體的一樓的空間 那我們就往二樓的方向動 這邊就是它二樓的後面房心的部分 那房子的後面它也是這樣 它用鐵皮包覆起來 然後就是剛才我們看到的這個小樓梯 就是通往我們的這些房間 那這邊就是它二樓共用的這個化妝間 那這邊就是它二樓共用的這個化妝間 它是一個雙開的門 那這邊就是它的整個二樓臥室的規劃 它採用的這個窗戶啊 面積都是比較大的 所以採光面會蠻不錯的 那進來這個主臥的門 那進來這個主臥的門 它還有在規劃一個獨立的一個空間 基本上也是這個主臥單獨使用 那這邊它就做一個 那這邊它就做一個 做露台的一個規劃 那我們就往三樓囉 那我們就往三樓囉 三樓的這邊呢它還有規劃一間 衛浴 然後就是它的房間的一個空間 上面這邊可以做一個套房 那今天呢就是我們帶你看房 這個系列 帶各位來看就是我們屏東 基督教育院的車庫別墅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我們來看吧